第七屆亞洲杯脫水賽 東道主的徐雪茵和徐雪君 在女子雙人三米板獲得龐大 是澳門在這屆賽獲得首年獎頒 東道主澳門派出徐雪茵和徐雪君 出戰女子雙人三米板 決賽一共有六隊 同場還有國一隊的夏冰青和夏玉潔 隨時姊妹在去年的亞洲錦標賽當中 為澳門贏得女子雙人三米板同排 今次亞洲杯擁有主場之備 五輪過後已經排在第三 最後一跳他們得到56.28分 結果五輪過後 徐雪茵和徐雪君以251.76分 湧奪同排 在澳門在這屆賽獲得獎頒 國家隊的夏冰青和夏玉潔 以302.19分贏得金牌 馬來西亞的張俊雄和薩比得第二 好開心啊 因為我們的比賽都很緊張 跟其他隊伍咬的分數 都咬得挺緊的 最後拿到 主要在澳門這個地方拿到 我覺得輕品是得好的 除雪茵唯一參賽的項目 就以一面同排 圓結金界賽事 妹妹除雪君 還有女子單人 以及男女混合三米板 公道著派出的七位運動員當中 只有兩位參加三個項目 除了除雪君 還有梁楊昌 她是男子單人三米板決賽 女生哥是2.9分 12人當中 圍列11 而國家隊的劉慧夏 在女子單人一米板 任得今屆賽事 手面金牌 無謀王市記者 一人姓姓 補道 謝謝 謝謝